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對待另一半很大方 我們今天要看的公位是命公 命公就是你自己本身 到底有什麼樣的狀態 所以我們今天列的前三名 就是如果你命公自己有那顆星象 就代表說你會願意幫身邊的人付出 甚至願意給予一些東西 是屬於那種比較大方的格局 就是比如說我不會計較 我會覺得說另外一半要的 我就會完全付出 甚至覺得說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不太重要 你喜歡比較重要的這種感覺 會有這類型的星象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如果你的命公是太陽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你自己是太陽 太陽是一個高高在上 很熱情 很耀眼 我想把所有東西都散發給所有人 散發光熱 散發愛 反正這種感覺 就我希望大家都很好的這種感受 所以如果你自己命公是太陽 你會發現你對於身邊人的照顧 叫做無微不至 那剛好兩位都不是命公太陽 但是李心姐的夫妻公是太陽 我們剛剛講夫妻公是對方 所以其實 他對我很大方 對 李心姐當然就對 剛剛是怎麼說 其實對方對我是大方的 所以觀眾朋友你也可以這樣看 太陽的性格就叫做 只要是我身邊的人 我都會無條件付出 雖然可能我很忙 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 但是我至少對於身邊的人來講 我是屬於那種 我不會計較 我覺得潛在站就有 但是人是需要有一個溫暖跟溫度的 太陽是善於給予溫度的形象 所以相對來說 你命公太陽 或是夫妻公太陽 對於本人來說 都是一個加分的位置 所以它是我們今天的第三名這樣 OK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名 來第二名是我們的左斧這顆形象 剛剛兩位來賓都沒有 命公如果左斧代表說 是一個主動幫忙 主動積極 甚至主動付出的特性 所以左斧的幫忙 會來自於實際實質上的給予 舉例 我賺的東西我就給你 我很忙碌 但是我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付出在你身上 但左斧有另外一個 很像雙胞胎的另外一個組合 叫做右臂 這顆形象 沒有在上面出現 但為什麼它沒有在名單上出現呢 是因為像IV姐的命公是右臂 右臂付出的方式 是屬於心靈陪伴的方式 它不是屬於實質 而右臂是願意傾聽 願意陪伴 甚至願意跟你建立溝通關係 所以右臂如果在命公自己本身的 對另外一半的付出就是 我會為你加分 可是我方式可能不是說 我實際給你什麼東西而不是 而是我覺得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跟我聊天 你需要抒發壓力的時候 我都會在 右臂是屬於這樣的陪伴 所以左斧右臂是一組 如果放在一起就代表說 你對於身邊的人是有一個很大的加分的力道 所以它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二名 也是屬於大方的另外一個層面這樣 好 最後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命公如果是有文曲這顆形象 代表你對身邊的人是屬於 其實這些東西都不重要 我感情上面是最重要的形象 剛好我們李星姐的命公 是屬於文曲的這一顆形象 文曲這顆形象代表的含音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會覺得說很多事情不用計較太多 只要我覺得情感的連結 得到對方的心滿意足的表情跟一個微笑 我就會覺得我的付出是應該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是OK的 的這種特性會產生 所以文曲是一個可以把自己放在外面 但把別人放在第一位 而完全給予的一顆形象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你的第一名 你的命公裡面是有文曲 或是你的夫妻公有文曲 或是你的身邊另外一半是有文曲的 你可以得到他很多滿滿的愛 甚至會感覺說 哇 其實我覺得很舒服的這種感覺 對 那當然侍蓬大哥應該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應該得到你非常多的付出跟關愛 哇 沈侍蓬喔 好好看看 好好看看 真的 夫妻啊 這個相處雖然有時吵吵鬧鬧 但是還是很愛對方的 問李星 說你對老公有其實超好 就像老公 老師剛剛講的說 不是軟手昆滴 是軟手昆滴 所以你對他超好 我覺得對他 用盡了心思了 怎麼講 因為我之前嫁給他的時候 其實我才大二 學生 後來嫁給他之後 剛開始也沒有工作 對 當我人生有第一份工作 拍第一檔期賺了錢之後 我想說我就拿我的錢 送一個禮物給他 因為之前花的其實都是爸爸的跟他的錢 對 對 沒有用自己的錢買過 不是自己賺的 對 不是自己賺的 我總覺得你是拿人借花幸福的感覺 拿爸爸的錢送老公禮物 拿老公的錢送爸爸禮物 搗來搗去 是 對 所以在當我賺第一筆錢的時候 我就跟他買了一支手錶送他 然後買了 因為我第一檔也沒有賺特別多 所以我買了這十幾萬的手錶 當我拍第二份工作的時候 我又賺了錢之後 就送了他 對 二十幾萬的手錶 但我現在有點後悔了 起步價太高 現在一直不太敢收禮物了 對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拿我收入的幾乎 你知道還蠻大一部分去買禮物 去討好他的環境 因為他也知道 我覺得禮物是小 但其實就是 心意 心意 看到你的用心 對 說他常常 他愛講當兵的事 對 所以你就幫他辦了一個派對 我覺得對 送禮物是一方面 還有一種禮物是花心思的 對 除了花錢的 我還有送花心思的 對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一次 他在整理一些舊的相片 然後就有很多在當兵時候的照片 然後當兵是在金門當的 你們也知道我們男人到那個歲的時候 都很喜歡講當兵的事情 對 對 一直講 一直講 很奇怪 對 然後我就 我就馬上 感覺到他好像很想回去走一走 剛好他快過生日了 所以我在過生日之前就秘密地安排了一下 他過生日那個時候直接帶他飛去了金門 你帶他飛去金門 對 對 我偷偷買了機票 然後我還聯絡他在金門的學長 當兵時候的學長 跟他那個時候金門當地的朋友 然後幫他在金門過了一個生日 在金門過生日 很用心吧 然後他見到很多是很久沒有見到的朋友 就當時當兵時候認識的朋友 然後陪他去走當初的路 然後吃當初他喜歡的那個餐廳的東西 這樣子 就是故地重遊的那種感覺 他有很感動嗎 當然 這還不感動嗎 這應該透枯流涕了吧 這還不感動 感動也要也很感動 但是我覺得他對我其實也不錯 我覺得 他對你怎麼好 我也是很吃就是用心思的那一套 比如說有年生日的時候 生日之前我剛好看一些照片 就突然看到一張很美的那個風景照片 是一個歐洲最美的小鎮 叫哈斯塔特嗎 就是他是什麼 全球十大最美小鎮之一 在奧地利 對 然後一個很有名的小鎮 說我不知道 說哇 這裡好漂亮 好像先進 對 然後他都記在心裡了 等我下個月 我就出現在那邊了 哇 是不是 女生就會也很吃這一套 就會覺得哇 他就馬上帶你不遠千山萬水地飛過去了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足 跟著心向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點書官方粉絲團 問小鎮 按哏 請給你 黃我就 文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